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郎 你醒醒啊 非知会是 非知会是 说来惭愧啊 当时我看寿宴桌上的粥 突然想喝 但是凉了 就想着 去后厨 找一碗热粥来喝 那当时后厨都有谁在 小词 姜姑娘的手艺确实不错 当晚 我的确和卫知会时在一起 我还给卫知会时煮个粥盒 你为何不早告诉我呢 侍奴必考虑不周 还望侯爷恕罪 少君就不要怪姜姑娘了 一定是卫某在外面的名声太臭 把姜姑娘 吓着了 三郎勿要见怪 无妨 少君也是奉命缠案 当然要把一切 都调查清楚了 必是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安成 下令彻查别院 方圆十里的地狱 是 侯爷 侯爷 您看这些 该死的美脸猫 我若是能帮皇爷捉住它 必有机会拿回小泥猫 若是美脸猫 是通过我给它的 腾锐日常记录下手 其中涉及到的地方 说不定会留有线索 凶手究竟是如何进来的 阴魂不散 你倒是机灵 不是缠着裴眼 就是缠着崔亮 只可惜 如今还是烙了灯 侯爷就在那边 你要是敢在这儿杀我 你也跑不掉 姜姑娘太小瞧在下了 在下有无数种办法 可以让你消失得神不知 鬼不觉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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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慈 小慈 侯爷我没事 快点 废侍卉士 三郎 废侍卉士 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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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废侍卉士 废侍卉士 好 三郎 来 我去准备一些汤药 三郎 到底怎么了 三郎 三郎 我本来是来这里查线索的 但一不留神 掉入了水中 多亏姜姑娘救了我 我我刚刚呼吸又来着 可是没有人听到 就自己跳下水救人了 少君 今日我恐怕不能再继续查下去了 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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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休息吧 好 来 江姑娘救命之恩 在下莫指南我 今后 江姑娘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嗯 小慈 没事吧 话说 你怎么会和三郎在一起